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3年的3月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习大帝太牛了 以一己之力促成了日韩这两个 几百年来的宿敌的大和解 路透社2023年3月6日报道 日本和韩国大和解 文章中说 针对日本殖民时期 强制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 南韩政府通过韩企出资 代赔给被日本征用的韩国劳工 以换取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 造成的痛苦公开反省道歉 以解决这个影响日韩关系多年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拒绝赔偿 而要韩企代偿呢 这是因为1965年日韩建交时 签订的基本条约中 就已经约定劳工的赔偿 由受益的韩国企业捐赠 也就是说约好日本人不赔的 但是南韩最高法院2018年 判决日本新日铁铸金 现为日本制铁和森林重工 应赔偿南韩征用工 并扣押冻结这些企业在韩资产 引发日本政府不满 日方认为该问题已在1965年解决 拒绝赔偿两国矛盾激化 在2019年日本直接切断了对韩国半导体原材料的供应 让三星们现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的境地 要知道三星等财团的半导体产业 在韩国可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本卡住这一点 那可是要了韩国经济的老命 因为任你三星工艺能力再强 强到都可以把英特尔拉下马 强到可以让台积电紧张 但这都没有用 日本不给你材料 你的生产线就只能停工 2019年7月4日 日本开始实行限制 向韩国出口电视智能手机中 OLED显示器部件 使用的伏具仙雅胺 半导体制作过程中 必须使用的光刻胶 和高纯度孵化氢等三个品种 韩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困境 在那之后日韩之间的摩擦争执 就未断过 韩国宣布最新赔偿方案后 日本表示将解除2019年 对南韩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 重新将南韩列入 享有最惠国待遇的贸易白名单 南韩一撤回因为此事 向世贸组织的提告 另外两国协商恢复日韩领袖 年度互法日韩军事合作常态化 世仇日韩关系都能缓和 很说明问题 这是因为日韩旁边有个共同的敌人 中共这俩国家现在已经认识到 他俩再继续闹下去 没个好 产业竞争虽然很激烈 但是互补性也超强 之前打贸易战 相互禁止向对方提供 关键技术和材料 图令中共得意 现在想明白了之后 韩国把历史问题抛开 算是承认自己当年挪用补偿的事 做的不对 把责任背了起来 从此后日韩两国抛开包袱 展开从产业经济到军事的全面合作 应对中共这个敌人的现实最大威胁 至于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中共国的封锁线 日韩两个国家的诉仇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亚于中日之间的仇恨 1592年日本发起了对朝鲜半岛长达六年的战争 令李氏朝鲜三分之一的人因战争而死 堪称血海深仇 1895年日本战胜大清朝 增强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力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 让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了36年 被称为耕虚国耻 在日本发起的所谓大东亚圣战中 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 劳工士兵死亡 失踪于富商人数超过了200万 几乎是家家都有死亡的亲人 日韩之间不仅有战争的纷争 还有领土的问题 1952年韩国总统李承晚 对韩国周边海域沿大陆架 画了一条海洋限界线 单方面宣布韩国拥有该海域的主权 其中包括了作为争议地区的独岛 日本称为主岛 目前该岛附近海域实际控制权在韩国手中 每隔几年韩国海洋警察厅 就会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峙一下 期间不乏各种剑拔弩张的行为 再有韩国在经济产业领域 还抢了日本的饭碗 在1988年那个时候 韩国人均GDP为4686美元 而日本为25,051美元 日本远远超过韩国 韩国仅为日本的18.7% 如今30年过去 韩国人均GDP为31,362美元 日本为39,286美元 韩国达到了日本的79.8% 最重要的是韩国增加的这些 几乎都是抢夺日本的市场份额 在家电、手机、造船等领域 把日本企业杀得溃不成军 日本的优势领域不断被韩国蚕食 要知道日韩两国的工业结构比较相似 因此可谓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 日韩都可以说是死敌 虽然有美国多年来不断从中调停 但无奈这两个国家积怨太深 又加上现实经济和领土的原因 这两个国家一直在较劲死掐 但是如今却和好了 不得不说 习大帝治下的中共以一己之力 推动国际世界大团集的功力 有多厉害 这两个宿敌都能化干戈为玉帛 只能说明这两个国家认识到中共 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习大帝自从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 中共就开启了战狼外交 这十来年不断在各个方面挑战西方国家 他在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 近年来逐渐被西方国家所熟知 因此这些国家之间为了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 只能抛弃前嫌和夙愿 联合在一起对付中共这个更大的敌人 日本和韩国的和解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刘特佐他妈 当时去看望他一个老乡 这是孟建柱的秘书陈真说的 不是我说 陈真是孟建柱身边唯一出来一个好人 就是孟建柱从江西到北京去 当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 要接政法委书记的时候 陈真拒绝去北京 这个哥们不是一般人 陈真这个人是个真的有脑子有良知的人 他知道孟建柱要干啥 他知道孟建柱在干什么 特别是他看到孟建柱的老婆 所谓的蒋姐 带着孙力军到美国治病 然后他俩之间勾勾搭搭搭 晚上就是双休 白天是带着他看病 就孙力军这种一个跑单邦的 倒卖钢材的 倒卖木材 倒卖服装的人 用陈真的话说 没有一次能写下一张纸的 一张纸就写三分之一 说他讲的英文 澳大利亚英文 他说很多人都听不懂 见了人就讲英文 他说竟然 老板 他叫老板 孟建柱 老板娘都那么喜欢的 而且这小子他胡说八道 满嘴谎言 人家陈真回上海了 上海国外局副局长 跟那个江泽民的外甥 叫吴什么了 给他就打下手去了 人家回上海了 当时 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他告诉说 孟的师生子 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 就这孙力军老不早都找到 就给人家扶去了 这个时候是啥时候 知道吗 战友 刘特佐还刚刚还在英国 还没起来呢 2007 2008年 是吧 这个世界还不知道 有刘特佐这号人物的时候 说刘特佐 是当时的妈妈 找一个老乡去看望去 给孟建柱做饭 这孟建柱性情发作 这六块鸡肉做了 跟他娘就是发生关系了 几天后老娘回去了 结果怀上了他的孩子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拜拜